我是Poly 接下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常常会有不管是主管或者是同事 甚至是客户跟我说 我怎么觉得有时候Table的在操作上面有点慢呢 这发生什么问题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假设我们把我们的卧布打开之后 它右上角有两个显示的方式 一个叫做即时一个叫截区 如果我一直在即时的连线我的资料库 然后你又需要它很快的话 首先它会有很多的条件 例如说你的notebook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效能的notebook 加上你现在的网络的频宽是很快的 那再来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在Table server上面 它所有的硬体的支撑是很迅速很快速的 所以我就可以用即时连线 我就不会感受到 哇好像连接速度很慢的感觉 但是想一下我们现在在做的是大数据的一个分析 不是所有的资料都这么需要这么即时 什么时候我用即时呢 假设我现在看的是机台那边的资料 我想看它生产的状况 我当然用即时 但是如果我今天做的是一个季报月报 甚至是周报 我只需要它先帮我把档案先离线的方式储存在我的这台电脑 那我就用截取的方式 OK 好 那我不会告诉大家 应该说其实Table的截取它还有一些更深入的内容 但是我不用 我们只要先学这个最基本的 我只知道我们只要知道说我是用Live的方式 即时的方式去连接 还是用截取的方式 那我把资料截取下来有什么好处呢 我就可以省掉刚刚讲的 我不用去管我的网路频宽 我也不用去管我Table Server的硬体的效能怎么样 我只要care是我现在我的这台机器 我这台Notebook的效能好不好 这个是已经把一些变数控制到最小的部分了 好那我资料按了截取之后呢 接着来我们来看一下工作表1 哦你看我按来工作表1的同时 它就会问你说 哎你要把资料存在哪呢 那我就会选择说 我可能会 我们现在都现在放在桌面上面 那放在桌面上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 它原本叫做 Excel档 但它帮你存成一个Hyper档 好OK你就把它按储存 好那看一下桌面有没有存了 好它桌面上就会帮你存了一个这个Hyper档 那我们在这个存完这个Hyper档之后 哎有没有看一下 它的数据桶从刚刚一个 一个圆柱体变成两个了 哎那如果搞不清楚的这块的人 我们再从头做一次哦 我把它先切及时 好看一下我的圆柱桶 现在是一个 我再把它切成截取 在我做第二次截取的时候 它会告诉我 哎刚刚有截取过了 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 那既然有截取过了 那应该是不用再做重新截取 好那我们到这边的时候 你看这个数据桶都变两个了 所以我光从在这边 我还没有看到我资料的本身 我就知道这个是用离线的 还是用截取的方式 好那我们先用截取 先教大家用截取的方式 那如果我在做Table Server 我去连这边的资料 我也想要把某一些资料截取下来 可以吗 也是可以的哦 所以一样我这边也会做截取 但是在这里的截取会有一点可怕 因为这是整个DB资料 它会连很多 所以我先按取消 那如果我怎么样让这些资料在 我想要连DB的资料 就Table Server的资料 我要让它不要一download 全世界资料下来怎么办 这里有个编辑 那我按一下新增我的筛选条件 好我们看一下日期 好我的合约的日期我就故意去选择 看一下好你看我们现在资料有 因为在这个数据园它保留这三年的资料 那在这三年的资料 我可能只要看2022年的资料下来就好了 所以我就保留这2022年 那当然我的维度 应该说我的筛选条件设得越细 我的资料量就会越少 它就是一个漏斗的概念 那大家就可以不用在download的时候 download这么多 那因为我们只是要做一个示意的方式 所以呢 我们再做一下 我刚刚除了到年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 我可不可以只看12月 因为我只想看12月的资料 因为我只想一推12月 这是假设了 好那我就做完 好那我就按确定 接着的话我按工作表1 好你看 因为我是第一次做资料截取的这个动作 所以他又要问我 我资料要放哪里 然后他又要帮我存成一个hyper的档案 好那我一样放桌面 然后按下储存 OK那这样就储存完成了 有没有看到我的图示 又从刚刚的图示改变成这种 一trade的方式 好那以上呢 这个就是来告诉大家 我的资料怎么做减量这件事情 我怎么把我们刚刚看到的 很多的即时连线的资料 然后转成我们批次截取的资料 这样子 好那这里就是故意做一些资料源切换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资料 也不是这么单一只有一个 好那这里的话就是截取的方式 以上来跟大家说明到这边 谢谢